市市的周总理竟然有46万的存款 明明一个月只有400元的工资 周总理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1997年中国银行按照上级的要求 开始进行内部核算 这一算不要紧 竟然发现在周总理的账户中 发现了46万元的存款 这个数字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 他们最初以为是自己核算错了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调查 答案都是一样的 在周总理的账户中 有着足足46万元的存款 要知道 虽然周总理的地位极高 但是当时在确定工资标准的时候 周总理一再的下压工资标准 将自己的工资标准定在了400元的档位上 而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 工资也不过是350元 按照这样的标准 两人每个月只有700多元的工资 这绝对算不上是富裕 但是即使如此 周总理和他的爱人依然十分的勤俭 每个月攒下来的钱 除了要帮助贫困的孩子上学 其余的都被攒了下来 周总理和自己的爱人已经约好了 每次当钱攒够5000元的时候 就将其捐献给国家 到周总理离世的时候 账户里面剩下的也仅仅只有几千元 那么这多出来的40多万元 到底是怎么来的 银行的工作人员 无论怎么都查不到这笔钱的来历 最终只能将这件事报告了上去 而听了这件事之后 上集只有一个指示 务必查清楚这笔钱的来历 一时间 所有能动用的系统全部动用 开始对这笔据款进行调查 随着调查的渗入 一个让人泪目的故事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经过调查之后 这笔钱其实早在1976年 就已经转入了周总理的账户中 而当时转入周总理账户的时候 使用的并不是人民币的形式 而是英镑的形式 而这么多年下来 中国银行的系统 早就已经按照了曾经的汇率 将其兑换成了人民币 加上这么多年来 存款的利息 转入周总理银行账户的1.2万英镑 最终成了这46万元的存款 那么这问题又来了 这1.2万的英镑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中国银行的记载 当时这一笔1.2万英镑的存款 是由一个匿名的账户 打进周总理的账户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时办理的这一笔业务的工作人员 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要是查起来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正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匿名账号这个线索 让一个曾经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 想起了一件尘封的往事 根据他的回忆 在1967年的时候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 当时周总理接到了一封匿名的来信 当时信上说 这些钱是自己的一些积蓄 希望可以捐献给国家 支援国家的建设 因为不熟悉捐款的渠道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就将这笔钱交到了周总理这里 当时我国的各种建设 也是才刚刚起步 财政上相当的紧张 而这1.2万英镑 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但是周总理在看到这封信件之后 却皱起了眉头 很快周总理做出了自己的批示 这是个人存款 国家不能收 要尽快查到捐款的人 将这笔钱退还给他们 为了这笔巨款的安全 周总理暂时将其存入到了自己的账户中 然而当时国家的事物繁多 每天周总理要审阅大量的文件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这个匿名的捐款人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 所以一时间也无法找到这名捐款人 到了后来 这件事也就暂时被搁置了下来 这1.2万英镑也就这么静静的躺在了银行中 在知道了这1.2万英镑的来历之后 上级很快就下达了指示 一定要找到这个捐款人 经过多方的努力之后 一个名为刘道蕊的英国女孩 进入了调查组的事业 虽然这是一个英国人 但是她却拥有着中国的国籍 而且刘道蕊来到中国的时间 也正是1967年 英国人1967年来到中国 无论是国籍还是事件都对得上 但是这个英国女孩 是怎么获得中国国籍的呢 经过调查组的消息调查 事情的真相渐渐的浮出了水面 事情还要从刘道蕊 在英国的工作说起 刘道蕊作为一个英国人 曾经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 当时的刘道蕊 还是一个叫多利的英国姑娘 性格十分的开朗 并且经常帮助他人 所以在当时的伦敦分行 这个英国的姑娘 是最受欢迎的工作人员之一 但是在1944年 也就是多利在伦敦分行 工作的第四个年头 变故发生了 周总理的私人账户中 突然发现了46万来历不明的巨款 经过调查 这些巨款竟然来自海外 但是最终的调查结果 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1944年 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刻 为了集中所有的力量 抵抗侵略者 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中 设立了一个捐款箱 希望海外华侨 可以对国内的抗战 出一份力量 这个捐款箱刚刚设立 就有大批的海外华侨捐款 可是多利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捐款的人数很多 但是每次盘点的时候 捐款箱中的钱却很少 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 多利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 终于他知道了 捐款箱中的钱 为什么那么少了 当时负责伦敦分行的是 国民党的官员 但是有些高官 却将这个捐款箱 当成了自己的聚宝盆 每次捐款之后 他们都会从捐款箱中 拿出大部分的钱财 放进自己的钱包中 然后只留下少量的钱财 作为捐款箱中的诱饵 引诱更多的爱国人士捐款 在知道 这些国民党高官的 所作所为之后 多利愤怒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要中饱四囊 为了保护这些善款 多利采取的最笨的方法 他将捐款箱 放在了自己的柜台下面 故意让这些高官们 找不到这个捐款箱 但是银行 毕竟只有这么大的地方 多利的行为 很快就被那些 国民党的高官发现了 对于他们来说 多利就是在断他们的财路 但是他们也不好意思 当众说什么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 向着银行经理施压 要求银行的经理 以私藏募捐箱为理由 将多利开除 此时的伦敦分行 虽然还是正常的运行 但是伦敦却有大量的人事业 如果这个时候被辞退 对于多利来说 就是失去了自己生存的仪仗 银行的经理 面对那些国民党高官的压力 他也顶不住 他只能选择委屈了多利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英雄救美的戏码上演了 多利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 一个男人 突然将多利手中的文件拿走了 多利抬头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拿走他离职文件的 是一个刚刚调到伦敦分行 不到一年的新人 他的名字叫做刘本坤 刘本坤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原本在上海分行工作 因为表现优秀 所以最后被调到了伦敦分行 虽然已经到了这里一年多了 但是刘本坤并没有和多利有过多的交集 但是即使和多利并不是很熟悉的刘本坤也知道 这些都是那些国民党官员的轨迹 于是刘本坤直接将这件银行中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的仇事抖了出来 一时间群情激愤 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捐款箱中捐款的华侨 没有人想到 这些国民党的高官 竟然将自己的爱国之情 当做他们敛财的工具 眼看这件事越闹越大 国民党的高官也坐不住了 很快出面装模作样的处理了一批人 多利作为这件事情的核心 自然也是被留了下来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多利和刘本坤两个人也渐渐熟络了起来 刘本坤被多利的善良之心吸引 而多利对刘本坤的正义之心痴迷 两个国籍不同 肤色不同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49年 两人在伦敦结婚 而多利也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 刘道锐 两人结婚后不久 就收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并且伦敦分行 也收到了一个来自新中国的消息 要求他们冻结国民党的所有资产 保护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失 可是当时伦敦分行的负责人 是国民党的成员 在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不仅没有按照要求冻结所有的财产 反而是在秘密的准备 将这些财产转移到岛上 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国家储备的外汇 但是一个大行动 不可能瞒过所有人 尤其是像刘本坤这样的高层 为了阻止这个国民党的卑劣行径 刘本坤和四个爱国人士 经过秘密商讨之后决定起义 他们通过种种手段 终于在国民党将资产转移之前 冻结了所有的资产 在这件事中 刘本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借着这个机会 刘本坤向我们提出了回国工作的申请 可是介于当时的情况 我们并没有同意 反而是让刘本坤负责当时 伦敦分行的一些业务 刘本坤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就这样 刘本坤回国的事情 就这么搁置了起来 而那1.2万英镑 正是这件事的产物 周总理的账户中出现了46万 来历不明的巨犯 调查组几经周折 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 名为刘道蕊的英国姑娘的身上 当时刘道蕊和自己的丈夫刘本坤一起 并且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 夫妻两人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 工作到了1967年 在此期间 刘本坤数次申请调回国内工作 随着伦敦分行渐渐稳定下来 我们终于同意了刘本坤的申请 在收到了我们同意回国的消息时 刘本坤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 他以最快的速度 变卖了欧洲所有的财产 当时他们居住的房子 如果他们不着急的话 最起码可以卖到4万英镑 但是为了早日回到祖国 刘本坤以1.2万英镑的价格 就将房子出售了 就这样 夫妻二人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刘本坤出国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伙子 但是回国的时候 却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在回国之后 看着国内鲜心向荣的样子 刘本坤和刘道蕊商量 将他们买房子 所获得的1.2万英镑 捐给国家 为国家的建设 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刘道蕊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可是当他们拿出这笔钱的时候 却犯了难 因为刚刚回国 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不熟悉 虽然有一些捐款渠道 但是他们并不怎么放心 此来想去 他们决定将这些钱 交给周总理 让周总理 带他们捐献给国家 于是周总理 就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信件 那1.2万英镑的汇票 也在信件之中 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后 上级很快就下达了指令 继续执行周总理30年前的命令 将这些钱退还给刘本坤夫妇 但是当工作人员 找到刘本坤夫妇时 说明情况的时候 刘本坤夫妇却拒绝了这笔钱 当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已经不需要这笔钱了 恰恰相反 当时刘本坤夫妇的生活并不如意 但是他们说 当年这笔钱就已经捐献出去了 是没有再拿回来的道理的 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也犯了难 上级给的命令 就是退还给刘本坤夫妇 而刘本坤夫妇却坚决不可以收下 这可怎么办呢 最终刘道瑞出面 提议用这笔钱来建立一个基金会 用来表彰银行优秀的员工 这个问题到这里 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